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一次的官司里面的所谓的风水因素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因为洋人他们觉得最不可思议最好玩的 居然这么一笔庞大的财富的遗产里面会有风水的因素 风水master 这个风水因素是这样 就是法官是不承认风水的因素 那么这点你说以这些英国法系 就是英美法系的这批法官来说 他肯定是不承认的 而且法官自己也说 这个风水本身上有不同的派系 他不是一个科学的一个职业 那么然后呢 有所谓风水遗嘱之说 因为风水遗嘱 有这么一个遗嘱 这个风水遗嘱是有一个证人这样提出来的 这个遗嘱 这个提风水遗嘱的人 他实际上他并不是在帮助陈正聪 实际上是 时事求是有这么样的东西 对对 他是说从这个风水界的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陈正聪呢 他是又 他说是又使这个公路心做了一个遗嘱 那个时候这个公路心已经在 已经是他的癌病的晚期了 实际上已经是回天乏力了 而且现在根据法官的说法 当时这个公路心可能已经无法完全根据自己的意志 因为他已经就是 已经是一个奄奄一息的人了 那么陈正聪因为是风水师呢 他就又使他写了一个遗嘱 这个遗嘱根据风水界的传统啊 这样的一个风水遗嘱实际上是为他转运 就是也许是有 而且这个遗嘱跟法律上的遗嘱是两回事 而且风水界的这个传统 这个遗嘱做完之后的必须把它烧毁的 换句话说 你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真正的遗嘱去出事的 但问题是就是陈正聪呢 他恰恰违背了 他就把它拿出来了 那么另外就是香港 这个现在引起大家注意的 一个是风水 这个直说在香港一直是很放心的 台湾一样 中国大陆现在也是如此 你看今年这个关于风水的这个书 也就是今年虎年快到了吧 虎年风水运程的这个书 从香港大量的被这个倒映 倒映之后到这个中国大陆 可能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弄这个东西 但是呢我们就本案来说呢 就法官完全排斥了风水 这个在这个遗嘱当中的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呢 法官却又抓住了这个陈正聪的这个职业 因为风水师其实在香港 他不算是一个 就我们一般一般人说的这个职业 我也不能说他是不正当的职业 但是他不是我们一般说的 一种比较比较这个常见的 一个正常的这个职业 风水师的资格也无所无从认定的 虽然风水界 早就说了这个陈正聪他不是风水界的 因为他不懂风水他也不懂道家 不懂道家的人怎么能做的风水呢 那么问题是法官他最主要的关键是说 这个2006年那份遗嘱 他们根据这个专家的一个意见 认定这份遗嘱是伪造的 是假的 这是因为法官关键是这一点 而且在这个三百多页的这个判词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这一部分 就是对于这份2006年遗嘱是伪造的 这样的一个判决 那么这个就两份遗嘱 法官说这份判决是 2006年陈正聪的这个遗嘱是假的 而且陈正聪和他的妻子的这个证词 都是不可信的 那这样的话这个官司就不用打 也不是不用打 就是他的这个判这个陈正聪败诉 他的这个理由就在这个地方